直到娇唇被放开了 明镜的双眸迎上君北月那深邃如海的黑眸 此情才瞬间缓过神来 明白是怎么回事 这个男人醒了 女人 你刚刚说的那两句话 我很喜欢 你再说一遍吧 君北月扬笑 指腹轻轻摸索过她的红唇 君冷到脸上 少见得有了一抹邪宁的玩味 此情没说话 没反应 嗯 君北月挑眉 轻轻掘起她的小下巴 此情还是一点反应没有 就是看着她 女人 我发现没人的时候 你真的很可爱啊 见此情一副懵了的傻样 君北月禁不住扬声大笑 宠溺影满黑眸 见此情还不回答 君北月依旧耐性十足 刚刚那欲言又止 是吊本王胃口 试探本王吧 终于 子情脸上再也挂不住了 再也装不下去了 立马闭上眼睛 然而君北月玩味的语气 却淡了下来 晴儿 好久不见了 晴儿 好久不见 她的语气很淡 淡得像轻声感慨 无奈叹息 却令人不自觉地想睁开眼睛 看一看她的眼睛 似乎也是同着声音一样 一样地温柔如水 可是 被拥在怀中的人 却将眼睛闭得更紧了 君北月挑眉看着 温软的眸中 是浓浓的顽味 修长的指腹 轻轻摸缩过她的眼睛 小心翼翼拂过她长长的睫毛 分明感觉到她睫毛 在轻轻地发颤 紫青不语 君北月竟也不语了 指腹划过眼眸 沿着她娇好的面容 轻轻流连而下 最后又附上她被吻得 略微红肿的胶唇 轻轻按住 一是寂静 无声无息 君北月的手没有在动 极有耐心地看着 等着 紫青的呼吸 分明开始乱了 心头小鹿乱撞 就恨不得有顿身之术 能马上逃走 这个家伙 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时候醒的呀 这家伙现在在做什么 手为什么还不放开 突然 紫青冷不防察觉到 炙热的气息 一下子逼近唇盼 终是忍不住 猛地睁开眼睛 竟见到君北月的俊脸 离她如此之近 唇就轻轻吻在 按她双唇的手指上 唇与唇之间 只有手指之隔 掌控权 尽收在她手上 子青不由瞪大了眼睛 警惕在她随时 都可能抽出的手 突然 君北月冷不方 放下手 子青顿时惊叫 君北月 手抵住她硬朗的胸膛 想推开她一点点 可无奈 如何都撼动不了 君北月不进不退 就保持着这样的距离 她特有的龙贤香气 霸道的男人气息 将她完全笼罩 她只能勉强 起唇说话 不得不承认 此时的她 比平素的冷冽素然 多了一份邪宁的霸道 更负男人玩 怕是天下任何女子见了 都会如飞蛾扑火 心甘情愿吧 推不开她 子青唯有避开目光 唯有忽视她谋中的玩味 故作镇定 认真问道 君北月 你到底什么时候醒的 内功一恢复 变有意识了 故事的事情 我全都知道 只是 我看不到下毒之人 只知道是个男的 药毒是药和毒配置出来的 除非从岛外带过来 否则 在流仙岛上 要拿到药毒 除非是从秦瑟谷那里要来的 故事之人 要上秦瑟谷讨药的 得有家主令牌 否则 秦瑟谷是不会给这个面子的 如此重要的事情 君北月竟说得十分不经意 反倒是子情景了 你的意思是 故事有人勾结其他家族 这么久不见 你还是那么聪明 君北月笑了 忠实放开她的唇边 指腹轻轻替她掠起发丝 故事内的嫌疑人不多 就是二小姐和大小姐两排势力 子情又认真道 教会你个隐蛇出动的好办法 如何 子情立马点头 君北月这低声 在她耳盘说了三句话 子情立马就明白了 难掩一脸不可思议 君北月 你早就知道扶桑神木的事情 君北月笑着无奈摇头 原本是打算叫个影子办的 可是 你那一刀来得有点早 子情立马沉默了 不自觉往她心口上看去 一支敏唇 就是不知道说点什么好 正在她臂弯上 不自觉的侧头都快埋到她胸膛里去了 君北月 国色天腰腰的律章 是不是该好好算算了 心口一刀 还不够吗 不够 那要如何才够 君北月又问 唇直齿直去 你混蛋 你骗子 你害我险些就误会了 骗子 子情怒声 冷不方又推 终身勉强推开了一点点 这一时候 她才稍稍松了一口气 从方才那句 好久不见至今 一直都在转移话题 一直用认真愤怒 掩饰慌张不是吗 她哪里还会认真去跟他算账啊 看她娇怒的模样 君北月一眼就看穿她的心思 仍是笑着 拉着她的小手 按在了心口上 韩子情 一刀不够 要不再来一刀 子情狠狠甩开她 怒吼道 要王爷 我没时间和心情跟你开玩笑 你都睡了那么久了 能不能认真一点 有很多事情需要商量的 君北月的手微微一正 终是松了手 放开子情 无奈地耸了耸肩 坐在一旁 这个时候 子情的心跳 无疑比之前任何时候都要快 转移话题成功了吗 成功蒙过这个家伙了吗 子情轻咳了几声 分明心急 却还是慢慢坐回到床尾 从君北月面对面 一脸认真 她正要开口 谁知君北月 却比她还认真 韩子情 确实有很多事情需要商量 天快亮了 咱们长话短说 免得一会儿有人过来 打草惊蛇了 子情眼底略过一抹侥幸 连忙点头 先说最重要的事情 子情又点头 准备认真听 这件事事关 君北月说着 君没微醋 四顾一周招手示意她过去 子情连忙凑了过去 君北月这才第一声 无比认真 韩子情 你听好了 这件事只有你知道 谁都不许说 哪怕是顾太医和影子 咳 子情认真答应 韩子情 一刀不够还 我便拿一辈子还你 你可得记牢了 这一话一出 子情立马僵了 就挨在君北月身旁 瞬间给石化了 这 这便是最重要的事情 君北月一把 霸道地将她拥入怀中 懒懒在高枕上 倚了下去 望着天花板一眼 便闭上了眼睛 今儿 屋顶有人 来者 能耐应该不小 屋顶有人 什么时候来的 为什么她都没有察觉到 是她紧张了吗 子情的脑海里 瞬间闪过百里尾声 那张温文干净的脸 心下窃喜 这次来得真巧 她下意识便要起身 然而君北月 却拉近了她的手 刚刚说的事情 你可要记住了 子情没有回答 又要起身 君北月霸道地按住 只按了她的手 却让她动弹不得 韩子情 本王可没有跟你开玩笑 终于 她沉了声音 不得不承认 这冷冽之声 好久违啊 子情紧不住想说 君北月 这才像你吗 刚刚那人 我不认识 可惜胆大包天的她 此时却没有这个胆量 只淡淡应了一声 恩 恩是什么意思 君北月又问 唇盼泛起一抹完锁的笑意 耳根子却微微颤着 时刻注意屋顶的动静 就是知道了的意思 子情答道 不是答应了的意思吗 君北月发问 这话一出 子情只觉得脸颊 顿时从上而下 烧红了起来 伶牙俐齿 一下子失笑 不知该如何回答 恩 君北月似乎 打算打破砂锅 问到底 子情仰躺着 双眸望天 醋了醋眉头 又轻轻嗡了一声 嗡是答应 还是不答应 君北月再问 终于 子情原本平稳的呼吸 皱得急促起来 另一手 冷不方挥来 正要睁开君北月 奇料 却被他一把抓住 君北月这台睁眼 偏头看向子情 轻轻一笑 黑毛里的宠溺 弄得话都划不开 少过 说吧 轻轻在子情手背上 落了一吻 这才放开 去吧 小心点 屋顶上那人一直坐着 看样子 是专程来找子情的吧 会是谁呢 出了故事的人 他们在这里 可没有朋友 难不成 是龙渊大陆过来的 子情非常清楚 此时自己脸上的颜色 根本不敢看 君北月的眼睛 急急变走 一下床 不自觉跺了一脚 那恼火的小细节 君北月看得忍君不禁 闭上眼睛了 却好一会儿 才恢复安静的睡颜 而子情一上屋顶 心立马正了 他原本以为 会是百里尾声 却没有想到 会是他 不知道为什么 每每看到这个男人 他就想退 也不是畏惧 更算不上排斥 就是没由来的 他想避开 他就坐在屋角 一如既往 两手空空 血争在背 三千银发 如雪白衣迎风飞扬 都凌乱了 那尖末的绝美容颜 子情站在屋顶的另一角 同他远远相视 终是掀开了口 轩人公子 可有什么事 他听浅浅笑 声音低得有些哑 我就是来看看你 黎商谈到哪里了 正好第一百卷 还有什么事情吗 你可知 黎商一共有几卷 一共九百九十九卷 三天三夜都谈不完 子情答道 琴谱在他手上 早就烂熟于心 只是 这黎商的奇妙之处 正在于此吧 即便琴谱烂熟于心 再好的琴艺 都无法一下子 一个音不差地弹奏出来 每一卷 都要经过 十分刻苦专心的练习 才能弹奏出来 然而 即便是弹精准了音节 却也弹奏不出感情 必定是要花费心思 去琢磨普曲者 藏在这曲调里的心意 好想 听你弹奏一曲 子情闭开他的眼睛 下了逐颗令 宣言公子 若没有其他事 请走吧 故事不喜欢 外人随意闯进来 不问问 我来留仙做什么 宣言离哥 却是笑了 虽然他不愿意相信 但是他知道 这个傻丫头 怕是会一辈子 都用这种冷漠 对待他吧 可惜了 若是早点相识 该有多好 与我无关 你走吧 否则我不客气了 子情冷冷说道 不自觉往下头看去 为秦而来 刘仙岛十五年一次秦桧 马上要开始了 丫头 我等你 宣言离哥说着 突然笑了 那么尖默的一张脸 笑起来就仿佛是黑夜里缓缓 展开的蓝莲花 那么的静好 秦桧 子情正要问 他却足间轻点 走得凌空远退而去 他都感人了 他能不走吗 他其实 真的很不习惯 这么不请自来 更不习惯赖着不走 只要他开口 他便走 子情静默地 看那远去的身影 消失在黑暗中 心里莫名地空荡荡的 这家伙 就是来告诉他 这几句话的吗 是专程来 还是路过 没有别的事情了吗 他想不明白 回到屋里 君北月已经 慵懒得已在榻上 手里把玩了 一个小瓷瓶 他都还没有问 子情倒是乖乖说了 是轩人离哥 做什么 君北月眼底 掠过一某伯月 藏都藏不住 子情知道 能被这个家伙 放在敌对位置上的人 必定不简单 是不是下一回 还要再决绝一些呢 说在秦桧上等我 他似乎是应邀而来的 秦桧应该是 刘仙岛的一大盛事吧 之前百里伟生 也说是为秦桧来的 君北月没有说话 不知道在琢磨着什么 子情看了一眼 一直放在一旁的吴征 迟疑了虚语 把吴征还给他吧 他赠琴 殷勤而来 若要决绝 唯有把这一把琴 这一份琴还回去 很早很早 他便对轩人离哥说过 撇开身份 做朋友 做琴友 他办不到 他说 他办得到 可是 这是两个人的事情 不是吗 他怕呀 再不决绝 哪一日便习惯了 哪一日战场上相见 便狠不下心了呀 不用 吴征本也不是他的 秦桧是个机会 你自己去征回来 君北月认真的 秦桧到底是 子情正要问 这个时候 门外却突然传来 叩门声 是影子 王妃娘娘 姑家主有请 让你去东乡一趟 说是有钥匙要商量 去吧 回来再说 君北月将瓷瓶 交到子情手上 一味深长地 看了他一眼 子情立马会议 转身便走 他只带了影子 便积极往东乡去了 这一大早地便找他 必定不会是小事 然而不一会儿 顾兮却追了上来 主子 信 巴险王的信 子情戛然而止 离开大周那么久 这还是头一回 受到信函 也不知道 那边情况如何 可谁知道 他一打开 便忍不住扑斥笑出声了 影子和顾兮 竟是狐疑地看着他 没敢开口 伺候这么久了 真心觉得 这位主子的性子 远远比药王爷 还令人琢磨不透啊 顾兮跟我过去吧 影子 你主子醒了 把这信函交给他 让他决定 子情笑着 将信函赐给影子 转身便走 心情很好 这身影子 却当场给傻愣了 王妃娘娘 刚刚 刚刚说了什么 韩子晴啊 韩子晴 寂静的屋里 君北月不顾影子和顾太医 实话了的表情 笑声爽朗 心情大好 这一份来自大洲八仙王的信函 就说了两件事 第一 一贯不懂干戈的西楚和西京 正因为西京拒绝长公主 接到回国一事 已经剑拔奴张了半个月 眼看就要开战了 西京一旦陷入战争 无疑宣告了大洲西江的和平 如果和西楚这一战闹大了 那么大洲西江 至少有五年 是可以高枕无忧的 西垂无战事 北江有协议 南江一贯友好 东围大海 大洲安宜 怪不得韩子清敢离开啊 这个女人若不带兵 岂不可惜了这将相之才 然而真正让君北岳大笑不止的 却是第二件事情 也是八仙王来寒 要请示的事情 南兆王亲自来信 说楚飞燕已经答应和亲南兆 为南兆王是准侧妃 也算是半个南兆人 恳请大洲魄力 让她借到大洲南江大门 想那西楚长公主楚飞燕 那么高傲一个女人 曾经龙渊大陆 罪负盛名的马上玫瑰 要知道 驱楚飞燕者 得西楚半数兵马 半边江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